他是亞洲第一美男尊龍 當年憑著末代皇帝溥兒 成為第一個提名金球獎影帝的亞洲演員 其實他的身世比電影更加戲劇性 尊龍是一個孤兒 18歲的時候獲資助去到美國讀戲劇班 畢業後他在荷里活做Caller Fair 做過農連和農在天涯 大家回去做 也用女性的裝扮做過蝴蝶夫人 尊龍退出演藝界之後 陪著她的就是她的愛犬 和兩棵叫做祖父和祖母的千年大樹 沒有任何親人的她 有時還會看著大樹流淚 相當唏噓 最爆發馬盡娛樂圈所有消息 每天都有片看